好,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了 继续跟大家来讲回 未来2024年2月12号,星期一,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独赢及贵子过关,三寸七 跟大家买过关,买回三关了 而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第一关,就会是这一场的第二场先 这一场第二场是我们的五番草地A勒千四米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其实是多马一套牛 又有14只马匹来跑 基本上都满了马匹 今场马这么多马,我们会选到哪一只呢? 我们先看看今场马的马匹 其实很老实说,今场马也是多少实力马的场合 就像这些二号的红运派赛,其实它不差的 最近不断跑第二第一第三的,非常好表现的 再数下去,当然就有这些五号的闪耀将神 这些马最近又是跑第二第三的,又是挺厉害的 不差的马,这些喜胜威龙都不例外 最近跑第五第三,又是能够入格的 创高峰这些马,又是跑到第三第一第六的 最近又是有表现,又有赢过马的 你都不要说这些马差了 然后再数,就有这些十二号的美丽多刑 最近跑第一第二 十三号的全程路通,最近又是跑第二的 所以你这样数一数,今场马,又是很多实力马 那么多实力马的场合 到底是不是乱局的赛事 到底哪一只马值得来到去买 我们真的一起看,仔细看 看回这些红运派赛 最近跑第一第二,相信很多人 会在未来一场考虑买这些马 这些马真的跑得好 到底我们会不会买它呢 又或者看这只马有没有实力呢 其实很老实说,这只红运派赛 其实我认为它也不差 最近,它跑那些泥地真的很好 赢过马的 跑泥地1200,用到中逆离离离劇 都赢了一次 甚至说,其实今季 它跑那些草地 草地,沙田1400,五班都赢过了 又是用中逆离离离劇 又是说赢了马 一放到底回来 那来这一场马 它再次跑那些沙田草地五班1400 即是说,跟今季 赢过马的路程班前和场地 都一模一样 所以你都不要说这些马 没得跑了 你都不要说这些马 在来这一场没威胁了 今次,又放到黄志云上去 就减了10磅 就好像看起来很好处 一三五,减了10磅 即是一二五,来跑 就好处了 在库房方面 所以看起来很值得去买 我相信很多人在来这一场马 会买到这些马 但是我们会不会买它呢 其实,今场马 我就不会买这一匹马 为什么不买它呢 因为真是细心点看回这一场马 仔细点看回这一场马 之后 我发现得到 其实 好,老实说 中逆离是骑另外一匹的 即是说中逆离 其实这一场马 我可以说是选马来的 这一场马 其实没有哪个骑士才赢过 只有中逆离 其实中逆离跑它是最好的 你王志云骑它也没有那么好 跑过第三 中逆离骑它是骑得最好的 但是来这一场马 其实别人是选马 中逆离是选马的 它是没有选到那只航运派彩 而是怎样 而是选鬼了这一只 12号的美丽多刑 所以就说 既然他选了这一只马 会不会 这一只美丽多刑 在他心目中 都称得更高 其实绝对有可能 这一只马 因为真的是不差的马 最近是跑第一第二 是赢到马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要称的话 其实这一只美丽多刑 其实照计 都要称高 那一只航运派彩 对吧 我们要相信 都应该是相信中逆离先 因为中逆离始终选马 一只赢过的马 一只 它根本是两边的 红运派彩 它不选 它选了这只美丽多刑 而这只美丽多刑 它是骑得好的 如果你仔细看 这只美丽多刑 如果从上将中逆离 你怎么骑的话 你会评认得到 上将即使重重障障碍 也好 这只美丽多刑 它是后上 杀上来跑得很好 美丽多刑 就是这里的 美丽是彩衣的 黑衣 没有这一扑马 就是它 红色战主主终了 大家看看它怎么跑 上场这只马 其实头战时间 它都被人顶 顶了在外面 5、6、7碟 这样跑 你也不要说 这只马不舍 基本上它是全虚的 你看看直镜 直镜 你这样跑 跟在马群后面 7、8碟 所以这只马 真的虚得很浪贯 它很迟才能够 沿途还要跑 去到转弯入直镜 这只马 它不是踏出去 它是中间 马腩后面 找威尼 是再冲 你看到 其实去到300多米 它还没找到位 终蕊也游来游去 诶,哪个位 有位啊 还要前面 墮猛 所以都卡一卡 这只美丽多刑 但是居然 这只美丽多刑 尽管遇到那么多意外 它是能够 后上 在马和马之间 穿插上来 最终跑到第一 穿插而上 这样跑过第一 哇 这样来对它赢 多精彩啊 所以你都不要说 这只马和它不够 说真的 中逆离奇这只马都很好 赢到 不少的对手 当时美丽多刑都赢了 闪耀将神 喜报维加这些马 喜报维加 闪耀将神 很熟 原来就是说 闪耀将神来的 然后再出 即是说 其实 这一场马 这只 五号马匹 闪耀将神 跑第二第三位 闪耀将神 其实是输了 给这只美丽多刑 所以 以马论马 是不是十二刑先 十二刑 你就刑高过这只五号 更加就是说 中逆离奇 所以 要选择的话 可能也要称这只 12号的美丽多刑 在这一场 高一点 尽管这么多实力马都好 这只马都要称高一点 因为人家真的最近赢过 所以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 这只美丽多刑 也看到有观众 一早已经问我们 会否选择 这只美丽多刑 其实 我知道 各位观众 都是想选择这只美丽多刑 想买这只美丽多刑 对吧 其实 老实说 这些这么有实力的马 大家买下去 我都不反对 不过 今场 再仔细一点看的话 其实 我觉得 这只美丽多刑 在未来的一场 又未必 真的兇得完 甚至说 有马 其实比较强 所以我是选择了 另外一只 今次我选择了哪一只 其实我是想选择 这只十三号 全程路通 为什么会选择 全程路通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全程路通 其实比那只美丽多刑更惡 美丽多刑在未来的一场 我觉得他也很惡 他也真的很惡 但这只全程路通 居然比他更惡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 全程路通 上将第一点考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站 上将蔡名少女 五当就是全程路通 这一只就是他 黄黄色衣服 啡色衣服 红色战组 知道了 大家看看去哪里跑 这只全程路通 上将 你会看到他 怎么站 其实他是一前来走 一前来跑 但是你看一下形势 形势 刚刚他跑 其实很多快马 1,2,3,4,5,6,7,8 7只 甚至有8只快马 来跑 所以你说这只全程路通 上将排上来 着不着数 我明明不着数 你这么多快马 是吧 都不来摆前走 那些马 所以这些全程路通 上将排上来 都比较吃抵 在形势方面 但居然你看看 尽管这只全程路通 尽管跟这么多快马 一起走都好 他都能够得胃而出 去到转弯入直路 一摆正堂太一冲 将你的对手 完完全全说过 后面的对手 全部跟我食尘 全部要食尘 所以 这只全程路通 上将的赢马姿态 是赢得很夸张的 是带来赢的 是大胜对手 还要当时赢哪些马 赢的正正就是美丽多刑 这只打到他开花 上进骑士打到他开花 狂车轮边的 这只就是美丽多刑 其实都不够这只全程路通 来跑 全程路通差不多赢了 他整个马位 骑士有没有车轮边 这样砌下去 其实都没有 轻轻打你几边 都透出 已经带你来赢了 人家打车轮边都追不到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只全程路通 要称的话 随时称高那些 就是美丽多刑 其实你看赛绩都知道 全程路通 上将 是赢到哪些马 正正就是赢你 美丽多刑 闪耀将神 和喜胜威龙 赢同场的三匹马 其实这只全程路通 已经赢过了 所以这只全程路通 反而应该能称得更高 你计算马的话 美丽多刑 虽然强 但全程路通 原来就更强 更强 更强 所以 以马律马 我觉得这只马才是最高 这只马才可以称得最高 而且你计算负磅 其实你全程路通 上进 你不是重美丽多刑6磅 重倍6磅 只不过是重值 美丽多刑5磅 上场赢完 你今次更多你1磅 未来这一场 有没有机会再赢你 绝对有 今次人家还要派好多刑 四刀来跑 其实这只马 好着素 全程路通 再加上 你真的看回这只 全程路通的操练 这些什么赛前操练 完全是辣粗 粗足 完全是粗足 才再出来跑 还要用蔡明啸坐上去 跟你试一试 蔡明啸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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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放上去 是对的 整个配套 整个配套 我觉得这只全程路通 怎样 在来的一场也有一套 赢了很多实力对手 所以今场马 我们会选到马匹 选到13号 全程路通 好了 说完完这只过关 第一关 就来说回我们的第二关 这次我们的第二关 其实就会买到 这一场第四场 这一场第四场 就是我们的四班 早点Alan 1200米的赛事 金牌马上面 我们会买到哪一匹马呢 是不是 金牌马 跟大家说 都是一些很多马的场合 14匹马 还要插了一些新马 哇 这次也有四匹新马 是吧 四匹新马 那到底新马有没有料到呢 又或者那些旧马 哪一匹值得来买呢 我们真的分析 其实这一场马呢 跟大家说 那些新马呢 其实它不是说 没有威胁的 就好像这些5号的 喜胜进驱那样 喜胜进驱这些马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血统呢 都叫做不差的 三岁仔 还有澳洲马 其实这些马不差的 说真的 你论它血统那些 那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呢 在未来这一场呢 初出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这些马 再加上本来 其实这只马是 何宅尔都操过 那 田太安今次就 骑它 所以其实这些马呢 都被受骑士重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马 质素不差 那 但是 我们今次会不会买到它呢 那这些马其实 其实 虽然说它质素不差 但是我不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说 它的试集 试得不太好 最近的表现 你看看2月6号 这些试集 始终这只马呢 跑过第四回来 不是说很好 再看 之前何宅尔试那些试集 其实这只马也跑过尾四 是吧 又是不太好 它的试集 就是说 看到这只马呢 那些试集 又跑尾二这样 来跑 所以我先 就是说 对于它有点缺步 所以 所以 其实 新马 它不是说血通不行 但是呢 就真的试集 不是那么好 那我觉得 其实就是说 这些马呢 要看它临场 那个状态是怎么样 临场 那只马的反应 才再决定 买不买这些 因为其实 你一从它试集 你真的看不到它是很紧 所以我就没有买到它 但是临场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望一下这些马 看回它 到底 这只马 有没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是说 马身都漂亮的 其实 可以是说 这些马 我觉得 但是 目前来看 它是一只试集差的马 即是 未到 那个level 即是说 未到 值得买的地步 现在就 说真的 因为其实 我觉得它 真的初出 未必真的说 有一次就来了 这些马 真的要看回临场 这些 因为始终 今次都用到田太安 田太安其实未试过习 未试过这只马 所以今次都未买到这些马 其实 说真的 SIMBA我未买到它 SIMBA也未买到 今次 那买哪一只呢 今次 我今次想选回画像 说真的 始终是新年 是不是 年初三 华杖 其实很多时候都发慰 尤其是一些 华杖 再搭华仓的马 所以 其实我今次想选华杖 选谁呢 选到的就是 梁家传 搭着 挪富泉的马 即是说这只城好运 我想选他 为什么选他 其实 因为我觉得这只马 挺厉害的 你看看 这只马 其实在10月26日 2023年的时候 派好沙田草地千亿 四番赛事 初出他已经赢了 用梁家传来赢 对吧 梁家传其实很夹 初出已经赢了 擺前走赢了 再跑多一场 在1月21日 他表现不是差的 最终跑第三回来 第三 我觉得这个第三 是输得不划 你看看成好运当时怎么跑 成好运当时就是这 粉红衣服 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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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场的档牌狗档 所以他留了后来跑 这只马 留后呢 今场祭园不好 这么巧多 后上马 他被人顶了 顶了在四叠位置 虧了一点 后段 去到转转直路 你看看他发生什么事 去到转转直路 其实这只城好运 就是说出现了塞车的情况 他找不到位 你看看 这里 一路塞车 现在还在塞 一路塞 一路塞 你看他塞了多久 一路压出去 都找不到位 被人压回去 你看 被人压回去 去到这一刻 才能看空 最后多少 八五米 八五米 才能看空到 那又得招 因为今场马 你看看 步速 超慢步速的赛事 这只马这么被动 肯定不来追 但居然 他搞那么多 又塞车又行 吃慢步速 哇 车好多 骑士不停车路 他不停跳 不停走 大大步 追那么多 你看 真的很大步 这只马 哇 舰的步 闊到 是吧 这样追上来 跑到第三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很厉害 这只马 是一只不弱的马 如果他不是吃慢步速 他不是这样塞车 我觉得他再赢 本来 所以这一场 他再出 我觉得是要买 这只马 其实挺有质素 那再出 沙田组的千亿 適合他跑 他赢过 所以我觉得再买回他 真的要买 这只马 因为 其实来到的 对手不强 你说很厉害吗 其实不厉害 又有些新马 新马 又不是 又不是够 真的很多未知之数 所以我觉得 这些有赛绩 准成的马 就买了 他没脱过 头三 跑两场 第三 还要赢哪些马 赢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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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退 backstory 大英财 陳弘 消乡 冯城 相当的 强将 光南蛇 高南蛇 这些马 光南蛇 牛群 选择马匹,选择二号,盛好运 好了,说完我们过关的头两关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第三关了 我们的第三关,其实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八场 第八场就是一场贺莲杯 杯赛来的,跑这一班草莲千聖位的赛事 今场马,不是说那么多,只有六匹马 所以我们很快就选择了我们的马匹 今场马,大家留意 这些练马师,其实重点只有几个 只有廖康明,五彭治,大卫希斯和蔡翔 只有四位练马师 因为今场马六匹里面有三匹都出自同一位练马师 就是五彭治 五彭治其实今场马出三匹 出三匹他很明显有了道 他很明显想赢,很明显想捧杯 所以今次我们是集中选择他的马 至于今次会选择哪一只呢 其实很简单,今次我们选择 就是陆续无限就算了 为什么会选择这只陆续无限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跟开这只马 其实上将也跟大家说 这只陆续无限是很厉害的 1月21号 我们是叫大家去买他的 他真程千四就要买 今次继续真程跑千四 根本就全符了 这只马跑千四就冲得更好 根本上 这些都是超新星 你看他上将怎么跑 上将这只马 排十当劣当 左穿右插都上到来 陆续无限 上权哪一只呢 外档 十当这一只 六三黄武就是他 你看回他 这只马红色战主主主了 大家看看他上将怎么跑 这只马上场很吃虑 一直被人抵抵抵 四点五点 不要发费 去到转弯入直路 你看他还在很被动的位置 但是 看看这只马 尽管这么被动 前面这么多马 再加上去到410米 他不能够在外面冲也好 他要在里面塞也好 骑士都能够左穿右插帮 一只马找位 一找到位 他就立刻飙上来 将所有对手趕过 跑到人家完全没得跑 所以其实这些赢马姿态是夸张的 隨便打几边 赢人家两个马位回来 这些上次跑什么赛事啊 大哥 你不跑五班啊 你以为 不是跑五班 跑二班 二班赛事赢人家两个马位 你不要说这只马不超 是吧 所以根本上这只马 跑沙田草的千色就厉害了 当时赢到的马还要厉害 你看他 真有差的 武林下马是差的 红运帝王是差的 迪外申是差的 全部都是竞马 全部都是实力马 跑赢过了 是吧 更何况五班赤出成三只 是吧 华创呢 经常性又在新年来了 是吧 摸得不容忽视啦 这只陆续无限 排着了一档两档 相当好跑 所以 二话不说 选回它啦 选回这只陆续无限 你们试一试 好了 讲完我们这条过关 买到哪三关之后 就来讲回我们的投注策略啦 这次我们会买的彩池 其实就是 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寸七的彩池 用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刚提及到的 这条过关 就可以了 这次就是这样买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试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今天就大家一起赚钱的 好了 祝大家 诶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